皇帝看着那一双有些黯淡的眼睛,此时再次绽放出不容质疑的神采,他口中的劝慰吞了回去,脸色却是越发的阴暗。 七郎,都是我的错,我就不应该为了逼群臣的风平,不再跟前养两个皇子。 父娘,皇帝终于忍不住了,这跟你没有关系,都是朕不肯,朕不想让你劳心劳力,又没个好名声。 只要你能够好好养着,咱们还能出去封山泰山。 除了武则天,还有哪位皇后去封山过泰山呢? 苦日子,我随着你熬了,好日子,我也陪着你过了,如今,知足了。 七郎,等我去了,每年上纪的时候,让人陪记庆生,好吗? 总算,有我去陪他了。 西暖阁后头的回廊里,尽管此时早上的太阳已经出来,但陈兰站在那儿,仍是不自主地浑身发冷。 他早上匆匆忙忙被接到这里,肚子空空如也。 刚刚在里头不觉得什么,可眼下在外头一站,心里难过不说,更觉得脚发软,浑身没力气。 妹妹吃糕。 正恍惚的陈兰听到这几个字,扭头看到周王捧着一碟子枣糕,满脸认真地递给他。 啊,多谢周王殿下,前妃娘娘和郡主。 我们早上都吃过了,你先吃两块甜甜肚子,也别辜负了宝宝一片好心。 宜兴郡主冲着陈兰点了点头,随即冲着那边一个拿着银壶的太监说,身茶分成四桌,别漏了人。 郡主放心,小得明白。 在外界站了好一会儿,她又在宫女的伺候下,去了一回禁房,从里头这才看见夏太监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。 皇后娘娘,我崩了。 那一瞬间,陈兰只觉得眼前一片空白,尽管她进宫不过数日,真正和皇后在一起的时间,加在一起甚至不足以昼夜,但是那位国母使人如沐春风一般的和煦,仍然是让她感到异常有好感。 尽管从林御医和宜兴郡主等人的神态上,自己从破例留在宫中这个事实上,一直可以想到最后的那个结果,可是当真正听到那个消息时,她仍是难以接受。 周王仍在东张西望,仿佛不理解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,直到贤飞一把把她揽在怀里,喃喃地解说了什么,她才突然大叫了一声,撒腿跑进了西暖阁。 不一会儿,就传来她孩子似的哭闹声,在那哭声中,外头的太监宫女们都悄无声息地跪了下去,四处尽是滴滴的啜泣。 凤塌之前,皇帝紧紧揽着皇后,嘴角时而轻轻如动,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声音传出。 那一刻,她的脑海中没有江山设计,没有满堂文武,也没有自己那些不省心的嫔妃儿女,闪过的全是以往的一幕幕。 有洞房花卓叶的懵懂,有共渡难关时的彼此安慰,悲痛时刻地相拥而泣,欢喜时抱着她打圈。 越是往后那些刻骨铭心的片段就越少,到最后只剩下上一次和今天犹如这绝别式的话。 她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可是到头来,还是不能挽回。 电视之后,案例便是管选。 自从有了内阁之后,对于近视们来说,这无疑是一条轻贵少风险的仕途之路。 然而,罗旭知道自己这个二驾船炉都是极有可能欲比钦点的,卷子落在汉林院里头绝即找不到什么好处,所以原就打算称病缺考。 结果,这病条子还没送上去呢,皇帝就免了他的管选。 因而,在这内忧外患的时候,他却清闲了下来。 人倒是罗世子固态重蒙,又开始和那些狐朋狗友们鬼混了。 因而,这天快晌午的时候,得知罗旭总算回家,林夫人索性不吩咐人去叫,自己带着两个妈妈匆匆赶了过去。 嗯,娘。 睡眼惺忪的罗旭抬头一看,只见母亲板着脸站在院子门口,连忙脸上陪笑,又上前殷勤地搀扶林夫人的胳膊,一路走着进了正房。 这几天,你不是早出晚归,就是索性整晚上不回来,家里甚至有人说你进了勾篮胡同,究竟怎么回事? 你爹不在,里里歪歪那么多事,你不在家,我万一有变,我怎么顾得上吗? 监林夫人先是极眼里色,但言语渐渐缓和,末了还多了几分忧虑,罗旭不禁有些迟疑。 嗯,娘,有些话我不太好说。 她一边说,一边斟酌语句。 嗯,要说外患。 达子那边说是南下,但并没有立刻推进。 看样子,那中还有分歧。 至于内忧嘛,和吴王一块儿作乱的人几乎全部拿下。 和咱们家也没有什么关系,你不用操心。 倒是父亲。 父亲并不在经营。 如今坐镇那里的,是韩国公。 什么? 你,你说这话当真吗? 这么说,他,他是…… 娘,你就别问了。 事关重大,罗旭哪里敢告诉母亲实情啊? 须知母亲身在将门多年,对于地理情形并不是一窍不通的。 要是自己透露开评两个字,必定会想明白其中的凶险。 至于我嘛,前十那太监船只让我免去管选的时候,还烧上了皇上的一句话, 让我岸房、海运舱、新太藏等等几个草场的情形。 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,少不得在外面请人。 我着实忙不过来,真心不是在外面鬼混的。 这么一说,林夫人自是放下心来。 你也不用这么拼命,你又不是你爹? 这为国公的爵位,世习网地,怎么也是你的? 何必非得一心一意地靠自己呢? 你的事情,蓝妈妈对我说了,我虽说和你那位姑姑处不来,可只要不是她肚子里出来的那个女儿,陈家其他人尽可使得。 更何况,那位姑娘瞧着贤惠机敏,你若真是喜欢,我便先替你上门去问一问,等你爹回来正式提亲。 在这种要命的关口,突然被母亲接了心底的隐私,罗旭那份震动就甭提了。 蓝妈妈也是的,八子没一瓶呢,非得告诉你。 娘,我不是不对您说,父亲那一关就不好过,我总想做出点名堂。 就当罗旭沉吟着要说出得过皇帝那一关的时候,外面突然传来蓝妈妈一声惊呼,夫人,大少爷,宫里传来消息,皇后,崩了。 一时间,罗旭待在那里,心里一瞬间转过很多的念头。 而对于林妇人来说,闷在昆宁宫很少见人的皇后,是极其遥远陌生的人,她摇头叹息了一阵子,想得却是宦官人家的嫁娶又得停一阵子了。 皇后崩式的消息传开,昆宁宫上上下下都意了诉服。 然而,皇帝一直哭坐在床前,既不肯起身,也不肯用饮食。 别说那几个闻讯而来的太监着急,昆宁宫的女官们也一样心急,被拦在外头的嫔妃皇子皇女们就更加心急了,就连在这儿的陈兰也是忧心忡忡。 看到周王垂头丧气的出来,五贤妃知道这一回是指望皇帝对这个长子的喜爱恐怕不行了,又看看宜兴郡主,宜兴郡主却瞥了一眼陈兰。 贤妃,你先带周王回去吧,不妨把皇上的情形对他们说着,免得以为你和周王又占了什么便宜。 阿兰,你随我进去。 宜兴郡主撇下陈兰,走到皇帝进前,直直地跪了下来。 皇上,朱妃都在外面,皇子皇女们也都在外面,得了消息的文武百官,也都在千步狼那边看着。 臣妹知道,您如今心乱,可重要的是,如今一片内忧外患,您不能料下这些呆坐在这儿,滴水不进,利米不沾,您已经不是年轻那会儿了。 见皇帝只是微微抬了眼瞼,一心郡主不由心头激愤。 皇上只是坐在这儿,事情也已经挽回不了了,您听听,外面已经是哭声一片,皇后的身后知识难道您能丢下不管吗? 这一番话,卓氏是犀利入骨,陈兰扪心自问,自损是绝对不敢说的。 唉,旧妹,你还是那样的大胆呢。 皇帝终于站起身,低头,面带畅往地朝着床上看了最后一眼。 你说得不错,如今重要的是皇后的身后知识,重要的是她拼了性命,为朕做了那么多。 朕不能负她,从今往后,朕立下制度,这昆宁宫不再为中宫,只作为祭祀之用。 今后,不管谁当了皇后,全都在东西六宫选义宫居住,她不在了,这昆宁宫长长久久地为她留着。 昔暖阁外间,已经站住了的皇帝回头看见宜兴郡主跟了出来,却久久没有看见陈兰,不禁眉头一挑。 等宜兴郡主上前之后,她便白手阻止了她的解释。 皇后留下两个人和一些东西给她,她既然还能想着给皇后最后磕几个头,也不枉皇后疼她一场。 等到百日之后,朕会给她配一个配得上的俊杰。 百日? 一星郡主看着脸上阴霾未尽,却已经流露出帝王信心的皇帝,值得在心中叹了一句。 入了帝王的法眼,有好处也有坏处,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如她一般的幸运。 话又说回来了,皇后之前说的对,帝王家那便是后患无穷的名分,她却什么也给不起,认个甘女儿在宫兴之间可是寻常得很,向来会心也会高兴地跳起来吧。 一大早,金水桥前等待朝会的群臣们,在等了小半个时辰之后,御驾一行却没有影子,直到太阳已经高升,方才有太监急匆匆地从凤田门跑了出来。 却二话不说,只到了一句今日免朝。 然而,到了午饭的功夫,宫中便传来了一条惊人的消息,皇后崩了。 一应丧礼一致全都不是礼部曹拟的,而是皇帝亲自定下的,而且所有的丧仪直追太祖高皇后。 因是这一日中午才方得到复闻,所以群臣在摘掉身上那些有爱的东西之外,全都急急匆匆地派人准备丧服去了。 太阳落山的时候,杨宁侯府和其余宫庆府邸一样,门上换上了白灯笼,西角门的门房上头老周咬喝着看好门户。 正好见有马车从那边过来,原本没在意,到跟前,才看见有车夫跳了下来,摘了斗笼,他顿时醒悟过来。 咱家奉一惊郡主之命,送贵府三小姐回来。 老周慌忙打发人进去报信,随即吩咐让人将马车赶了进去。 在宫中一住就是大半个月,如今一回来,竟又捎带上了两个宫女和许多的东西。 这回三小姐可真是天大的体面呢。 尽管半个月之后重回家中,但陈兰满心还沉浸在之前昆宁宫的那种悲痛之中,眼圈也仍是红红的。 所以,乍听到一声姐,随即一个人匆匆忙忙冲了上来,不管不顾地抓住她的手的时候,她竟半嗓才反应过来。 四弟? 姐,你,你就是…… 从小到大,陈兰和陈兰就没有分开这么久过,此时见她这副光景,心中顿时担忧。 姐,你不在家这几天,二姐和四姐的婚事都已经定下了,二姐许给了汝宁博世子,四姐许给了那个苏仪,据说老太太还开口说跳天架状呢。 所以,二婶城日里喜气洋洋的,只是四姐寻我问过一回,我没理睬她。 庆喜居那边都办得差不多了,只剩下二哥五哥六娘八娘九娘他们几个没办,如今皇后娘娘的复文一出,大约得过一阵子了。 往日陈兰对家里的情景最为关心,但这会儿却只是僵硬地点了点头。 老太太,三小姐回来了。 急着进了了乡院前头的穿堂,见到那熟悉的屋子和人,她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 老太太,三小姐回来了。 陈兰还没进屋,就听见里头绿鳄开口说话。 来到朱氏正坐着的炕上东头,见到朱氏容光焕发,比自己走之前要好转许多,此时脸上正是满是欢喜之色。 正要下跪行礼,玉勺却急忙将她扶起。 老太太都急死了,三小姐快坐在炕上,先让老太太看看吧。 一眼坐在炕上,陈兰见朱氏用右手摸了摸她身上的束缚,又颤颤巍巍地摸索着她的胳膊,最后那手伸直了划过她的面旁。 这是方才想起陈兰说过的那些话。 想到这儿,她暂时放下心中那些悲伤与畅往。 老太太放心,我没事儿,只是心中有些不好受罢了。 朱氏目光一闪,随即冲绿鳄使了个眼色。 绿鳄连忙带着人退了下去,陈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便开口说起了这些时日,她一直和宜兴郡主一块儿住在西院宜春馆内,每日都会去昆宁宫陪伴皇后的事儿。 所以,你心里难过。 听到这个低沉的声音,陈兰顿时大吃一惊,老太太。 吓头的沉眼,更是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,四地噤声。 陈兰想到刚刚朱氏,见到自己的时候还一声不吭,如今却突然开口,心中顿时有了数目。 老太太,已经能开口了吗? 这事情有几个人知道,什么时候的事儿? 就是你走后不久,没几个人知道,你不用操心。 这些日子,方大夫隔天就会过来诊脉,隔世药材不要钱似的,我已经比以前好多了。 不说这些,难怪你心里难过呀。 皇后竟与你有这等缘分。 哎 皇后也是可怜人,先太后在的时候,对她总是不满意。 毕竟,那是皇上还是锦王,丽妃全都把持在别人手中。 听说郡主招你入宫,那个时候我就怕皇后因为喜欢你,会给你个什么封号。 一旁的尘眼已经听得眼都直了。 老太太,为什么担心这个呀? 姐姐哪怕封个县主,咱们就不怕。 不怕什么? 陈兰看着满脸兴头的尘眼。 皇后已经去了,没有封号,这番情谊彼此记在心里,反而有个念想。 有了封号,最初别人兴许会敬重一儿,可是有名无使的身份,到头来不过是水中之月,除了招人猜忌,没有别的好处。 训完尘眼,他对朱氏说道,我离宫的时候,皇后留下两个宫人和好些东西给我,其中又三亚皇帝命人记了当,便记作是御赐,其中有一只只名赐给老太太的子檀木的拐杖。